在冷氣掉下前幾秒 等公車的白衣女子 機緊抬頭發現不對勁 馬上閃開一公尺遠 這動作也讓女大生 察覺異狀 但早已來不及反應 還是被冷氣砸中倒地 掉落冷氣機殘破不堪 還散落滿地殘骸碎片 不難想像當時力道有多大 就我旁邊是看到一台冷氣的 然後那個人已經倒了 然後醫護人員正在CPR 等車的人都趕到旁邊去 對呀 雨大生經過急救 還是傷重不治 而當時站在旁邊的白衣女子 畫面曝光引發網友討論 她為什麼能提前一秒抬頭反應 可能是眼睛餘光 察覺到掉落物 看到冷氣影子 種種議論也讓民眾 現在在同個位置等車也會怕 怕怕啊 當然是會怕怕 站在比較外面一點比較好 比較安全 白衣女子在短短一秒鐘時間內 即時躲開才能毫髮無傷 也讓網友直呼生死有命 這起意外讓不少人以後 只敢站在旗樓內 甚至會不時抬頭看看天空 深怕天外飛來橫禍 輕則受傷 嚴重喪命 華視新聞 劉洪志 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午餐 翌日 熊 階堂 額 紅